凌晨4点 150多名新兵乘坐运输车 抵达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通过专用通道进行安检登机 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 新兵们抵达海拔4300多米的 昌都邦达机场 而此时距离他们的目的地 西藏目军区某边防团 还有近400公里的路程 途中还要经过怒江72岛湾 翻越海拔4700米的德姆拉山口 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 车队终于抵达部队驻地茶余县城 2021年度最后一批入葬新兵 顺利抵达站位 我叫白马德子来自西藏山 因为对部队的热爱 对军营生活的眷恋和向往 所以我二次入伍 就去投上到这个 充满活力和热血的大家体中